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手 胸部 裤子 鞋子 主武器 辅助武器 护身服和两个戒指 装备的等级以颜色来区分有白色 蓝色 黄色 橙色和暗金色五种 蓝白装备被设计成为游戏中的过渡装备 以帮助玩家熟悉装备和物品属性 后期都是分解用以获取材料 黄装和传奇装在近期的测试中辞坠与波动范围一致 而且黄装还可以通过灌模成为传奇品质 用于灌注的材料分两种 一种是摧毁传奇后获得的精魄 黄装被灌注之后会获得传奇特效 同时保留自己的所有基本属性 说穿了黄装等于是传奇装的底裁 我们还可以通过通关地下城来获取基础的传奇特效 这些特效同样可以用来灌注黄装 但不同的是它们的变量永远是最低的 比如上面的基础技能提升核心输出 地下城获取的永远只有5% 而掉落的传奇就可以随机到10% 传奇和独特装备在暗黑破坏神4里是同等级的装备 传奇装备可以根据自己的游戏风格 自由控制物品的选择 进一步地围绕装备进行一些build的尝试 游戏里最强大的是独特装备暗金 装备品质 游戏中的每种类型的装备 白装除外都有各自的发展磁缀 蓝色装有额外一条磁缀 黄色装有至少额外三条磁缀 橙色装有四条额外磁缀 加一条传奇磁缀 传奇磁缀萃取出来作为微能 刻印给其他稀有装备 为其新增一条传奇磁缀 暗金色装有四条额外磁缀 加一条独特磁缀 不可萃取 独特磁缀效果更稀有为一 往往是某些build构筑的核心要素 橙色套装和暗金色套装 与其他装备最大的区别在于 橙色包含传说中的磁缀 可以提取并转化为雕刻品 用于在其他装备的制作 另一方面 暗金色有一个无法提取的独特磁缀 通常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 物品强度磁缀级别 每件装备都有强度 越高等级的怪物掉落的装备强度越高 装备强度决定了磁缀的级别 如这个戒指782强度 某磁缀的级别会在10.8到18.6之间滚动 而同样的戒指如果强度是391 则相同磁缀的级别会在5.4到9.3之间滚动 装备可以通过铁匠进行升级 稀有黄装可以升级三次 穿其成装可以升级四次 升级后可以微弱提升磁缀数值 提示 毕业级别的黄装 成装大多需要后期耍装备获得 前期不要太留恋一些过度黄装 也不要太耗费资源去升级磁缀数值 因为低物品强度 低品质的装备即使磁缀升满了 可能也不如高物品强度的初始磁缀数值高 装备固定磁缀介绍 所有防具 头盔 胸甲 手套 裤子 靴子固定磁缀 护甲属性 滤矿中的就是装备的固定磁缀 其中靴子的固定磁缀除了护甲外 还有三种可能的磁缀 也是三种鞋子的底裁 分别是 闪避后短暂获得40%一速加成 闪避就是空格键 所有职业都有的基础操作 加以最大闪避次数 可以短时间空格两次了 攻击时闪避的CD缩短0.5秒 攻速快的话 多打几次闪避很快就又可以用了 注意暗黑四里的攻击 就是指释放对敌人造成伤害的技能 另外裤子也有除护甲以外的磁缀 这里暂时不列举了 戒指固定磁缀 任意双抗性组合 项链固定磁缀 全抗性 武器固定磁缀 胆次命中伤害 攻击速度 特定增伤类磁缀 每个武器不同 有的是暴击伤害 有的是近距离伤害等 提示 需要注意固定属性上方的秒伤属性 白色加粗部分 其实是根据下方单次伤害 X每秒攻击次数计算出来的 仅供玩家参考 对于一个BD来说 不是秒伤越高武器就越好 还是具体根据磁缀来考虑的 攻击速度不是对所有技能都生效 目前只对部分技能有效 如基础技能 大招类 核心技能等基本不持攻速磁缀 暗黑破坏神4讲究技能组合 不会主要靠一个技能打天下 装备磁缀的一些细节 每个部位的装备 也都有一些特定随机磁缀会出现 比如攻速只会出现在手套中 移动速度只会出现在鞋子和项链中 有关增加技能等级的磁缀 也是根据装备部位划分的 根据目前的观察分析 头盔 增加每个职业的特性类技能等级 如游侠的贯注类技能 鞋子 增加每个职业的特性类技能等级 如游侠的敏捷技能 位移类 裤子 增加每个职业的特性类技能等级 如游侠的轨迹技能 项链 增加头 鞋 裤子所包含的职业特性类技能等级 上述四个部位根据职业不同分配的特性技能也不同 如野蛮人救世战后 防御等三个特性类技能 其他法师 斯林 德鲁伊 也都有自己的三个特性技能组 首套 增加每个职业的核心类技能等级 提示 更多细节 有待游戏正式上线后 进行补充和完善 更改项目磁缀 你可以通过暗黑 破坏神四的附魔系统 对装备上的一条随机磁 进行替换改变 如这双鞋子的移速属性和暗影步等级属性 都是我需要的 但智力属性我不需要 那么我可以通过覆魔系统 制定这条智力磁缀进行随机改变 每次随机会给我三条新属性弓选择 如果都不满意 也可以选择维持不变 但覆魔所消耗的金币和材料不会返还 好消息是 你可以在金币和工艺材料允许的范围内 夺次重新刷新这个磁缀 并还可以通过将传奇微能 印在另一个具有更好磁锥的传奇或稀有装备上 来替换已经覆魔的多个磁锥 建议覆魔功能也等大家逼低稳定一些后再去使用 前期过度装备不值得耗费资源去加工 还有就是覆魔后的装备是不能交易的哦 所以如果你想卖给其他玩家的话就不要精益求精去覆魔了 有关装备掉落的一些规则 目前暗黑破坏神似采用的是智能掉落的规则 即你大部分时候只能获得和你职业有关的装备和磁锥 比如游侠就不太可能刷出增加野蛮人技能磁锥的鞋子 但是对于暗金装备应该是全局掉落的 毕竟太过稀有 且根据官方蓝贴透露 暗金装备掉落非常珍贵 每个角色每赛季只能掉落10到20件的样子 其他关于装备的分解 出售给NPC换取金币 就不再赘述了 都是很好理解的系统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前期建议玩家尽量拾取黄色稀有装备 留下可以替换的 剩下的都卖掉换成金币是最好的 因为前期需要大量金币来扩展仓库业 尽量也不要去分解装备获得材料 因为前期也不需要材料去加工临时过渡装 以上就是暗黑破坏神四装备系统浅息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收看 希望大家能够快速掌握游戏技巧 也祝大家游玩快乐 我们下次见